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说佛寺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大富长者 他叫施立直 他家里家境非常好 有很多的财富 他的太太后来怀孕了 生了一个非常庄严的男孩 大家看到了都非常高兴 然后父母亲就请向命先生来给这个孩子占卜一下吉凶 然后向命先生占卜完了之后就跟这个父母讲 说你这个儿子的福德将来绝对让你们光中要主 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就请向命先生帮这个儿子取一个很好的名字 向命先生就问说 那你这个小孩当初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祥瑞的征兆呢 那母亲想一想就说 有这样子 本来母亲是一个很木讷寡言的人 可是怀孕之后呢 怀了这个小孩之后呢 妙语如珠 这个辩才无碍 这个跟平常完全不一样 好 好 那这个向命先生就决定好 那把这个小孩子取名字叫婆士直好 婆士直好 那这位婆士直长大之后呢 不但相貌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聪明好 有一天她跟她的朋友呢 好 跑到外面去这个游玩 好 逛街游玩的时候 看到有那个 杂耍 杂耍 杂耍团啊 耍特技的 耍特技的杂耍团在街旁表演啊 可是就发现那个 杂耍团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啊 长的是非常的好看 容貌非常的好看啊 非常的稀有 她心里就起了爱着 很想把这个女孩子娶下来 她就回去跟她的父母亲讲 她想要娶那个 杂技团里面的那个 那个团组的女儿 那她父母亲就跟她讲 我们是婆罗门贵族啊 那她们的族性是比较低贱的 我们没办法这样通婚啊 那但是呢 那个儿子她的情职很深啊 她就跟她的父母亲讲 说那你们不答应我的话 我除了死我 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 那父母亲没办法 就派人去这个求亲 但是那个杂耍团的那个团组啊 她也知道说 那个时代那个总性阶级是 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她就说那也不敢答应她 那但是呢 那个儿子始终不死心啊 婆世子始终不死心啊 一直派人去她家求亲啊 最后呢 那个团组 杂技团的团组 她就想一个办法 想要难倒她 就说 那你真的要娶我女儿可以啊 你来我们杂技团 把我们的杂技都能够学会 我们能做的你都能做 我女儿就嫁给你 结果婆世子她就居然真的跑去那个杂技团 开始学这些特技 什么走钢索啊 歌舞啊 什么全部都把她学会了 还有团组还继续刁难 她说你光这样学会不行啊 你得在国王面前通过国王的考试 得到国王的奖赏 才把女儿嫁给你 她就果然把那个杂技学得越来越好 好 后来呢 这个没有多久呢 真的那个时候的国王 就把所有的杂技团 这个聚集在王宫 让他们表演各种各式各样的特技 那 那个时候呢 这位婆世子呢 他也到王宫 而且他表演的就是走高空钢索 的这个特技 可是呢 他走的时候 国王 国王刚好有事离开了 没看到他表演 等到国王又回来之后 就说 刚刚表演那个走钢索 我没看到你再走一次这样 事实上那个走钢索 是蛮惊险的 也蛮好体力的 所以呢 他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体力了 但是国王叫他再走一次啊 他就要 他就想要说 对啊 那只有这样才能够 有机会得到国王的奖赏啊 才取得到他 取得到那个团组的女儿啊 他就想办法再往上 再走了一次钢索 但是 在第二次走的时候 因为他力气不够了 好 所以走到中间的时候 真正快掉下来了 真的快要掉下来了 那时候他也怕得不得了 就在那个时候呢 目见连尊者 神通第一的目见连尊者 好 飞行到那个王宫的那个半空上面 然后就飞到那个钢索旁边 然后就跟这个婆世子讲 好 说这个 像你现在这种处境啊 你是希望你能够活下来出家呢 还是你宁愿希望你自己掉到地上死掉 也要娶那个女儿 娶那个团组的女儿 你要选哪一个呢 然后那个婆世子就说 我现在宁愿活下来可以出家 不娶了 他自己这样讲 然后目见连尊者 那时候马上就显现神通嘛 他是在半空当中显现出平地 好 他就让婆世子感觉到说 他现在虽然是走在钢索上 但是钢索旁边就是平地 没有什么距离的 所以他就不怕了 不怕他就走完了 走完了就可以保存他的性命嘛 然后下来之后他就高兴的不得了 他就不找那个团组的女儿 他就跟着目见连尊者去见佛陀 看到佛陀之后礼拜供养 佛陀马上为他说法 说完法之后他就马上证得出国 马上证得出国 证得出国之后 他就进一步跟佛陀讲说 那我很愿意追随佛陀出家 那佛陀就说 善来比丘虚法之落 马上他身上的衣服 就自动变成了夹杀 成为比丘 然后很认真的修行 没有多久也证得了阿罗汉国 那个时候阿难尊者就起白 问佛陀说 那这位婆世子阿罗汉 他以前跟那个团组的女儿 到底有什么因缘 这一生愿意为了他 连性命都可以这样子送掉 那又为什么可以遇到目尖灵的尊者 可以在他为难的时候救护他 那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讲 说过去无量节以前 有一个国家叫波罗奈国 那时候有一个大长者 生了一个儿子 非常的端正 好 那这个大长者是家境很好的嘛 那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家族里面 有人从海上来 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鸟蛋 一个很大的鸟蛋 那是很大的鸟蛋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孵化之后呢 就出了一只这个雏鸟 那那个雏鸟长得非常可爱 但是体型应该是蛮大的 然后这个大长者跟他的儿子 都很喜欢这只雏鸟 就慢慢把他养大 而且这个彼此相处啊 产生了这个很紧密的这种情感 那那个时候这个大长者的儿子 常常就骑在这个鸟背上 鸟就背着这个大长者的儿子 到处飞啊到处游玩 那有一次呢 这个国王好像也是一样 聚集了很多这个特技团 表演团在王宫做很多表演 那这个长者子听说了呢 他就请这个鸟驮着它 飞飞飞飞到王宫去看啊 然后呢 这个 在王宫里面啊 那个大鸟是停在树上嘛 然后那个长者子就走到王宫里面 走到王宫里面 在看杂技的时候 突然看见那个国王的公主 也是一样 这个容貌非常的好看啊 那他就产生了很强的这个摊着啊 好 然后就这个 派人送信给那个公主 好 表达她这个寝慕之意 好 没想到那个公主啊 也居然答应她了 好 那所以这个公主跟这个长者子就有了私情 好 但是呢 这个事情后来没有保密的很好 好 这个被国王知道了 好 那国王就派人好 最后把这个长者子抓到了 好 然后要把她处决好 然后长者子那个时候 快要被处决前呢 长者子就对那些执行的筷子手啊 说 哎呀这个与其你们 这样子用刀把我杀死啊 那可不可以让我爬到树上 我从树上面跳下来 好 自己死 这样子 那那个筷子手也没多想 那筷子手想说 对啊 那你跳下来也是死啊 反正我们都围着你 也不怕你跑啊 就让他爬到树上 结果他一爬到树上 那只大鸟就来了嘛 他就坐那个大鸟飞走了 好 所以佛陀跟阿难中的讲 那个时候那个大长者的儿子 就是今天的婆世子 那个时候那个国王的公主 就是今天那个杂耍团的 那个团组的女儿 好 那个时候救他的那个大鸟 就是现在的目见连尊者 好 所以过去生的时候呢 这个婆世子 是被美色迷惑 快要死的时候 被这只鸟所救啊 这一生也是 他被美色迷惑 快要死的时候 也是目见连尊者救了他 那又继续问说 那为什么婆世子 他这么聪明 他母亲啊 就是 不只是他本人啊 他母亲怀他的时候 就开始变得这个妙语无珠 便才无碍 好 那佛陀就讲 再往更久之前啊 波罗奈国有一位居士 好 那他看到有毕之佛 好来跟他起食 好 那那个居士呢 就很认真的 对这个毕之佛供养饮食 好 那供养饮食之后 等到这个毕之佛受用之后呢 他就跟这个毕之佛请法 毕之佛 毕之佛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独爵嘛 请他来说法 但是通常独爵都是视线 他不太能说法 好 因为他体会到的空性 空性的这个内涵啊 圣异地的这个内涵啊 的确用语言文字啊 不容易善巧地表达出来 所以一般的独爵啊 毕之佛啊 他们都会视线不太说法 好 那这位毕之佛也是啊 这个用 这个用完摘之后呢 虽然这位居士请他说法呢 但他也是说 我不能说 但是他就把他的波丢到虚空上 然后显现神通 好 自己也在虚空消失这样 然后那个居士就想说 哎呀这个人的神通变化无方 这么了不起 可是却没有办法宣说佛法 好 那但愿我后世呢 我可以遇到佛陀世尊 好 然后呢 我可以 因为佛陀世尊的加持呢 然后 顺畅地宣言法义 这个圆满的说法 要比眼前看到这位毕之佛 还要超胜无量异倍 他当时就这样发愿 好 而且他同时也发现说 希望将来也是能够就近的获得 好 这个就近的这个果位 好 因为他这样发愿的关系 好 供养毕之佛的功德跟发愿的关系呢 所以他这一生会显现出这么聪明 好 那这么善于说法 而且能够证得阿罗汉果 好 那佛陀把这个因缘讲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听到都很欢喜好 好 那有的人得到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有的就种下来这个圆绝必知佛的善根 也有人发不利心 好 都是皆大欢喜 鼎带奉行 这个就是《贤云因缘经》里面的这个婆式执品 婆式执品 所以你可以也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说 我们万一真正的跟这个佛菩萨圣者结下善缘 好像对以后的生命都会有无量无边的好处 对不对 像婆式子当初跟那个鸟是很好的 但也没想到后来那个鸟修行 成为这个沐浅连 成通第一的沐浅连阿罗汉 然后以前有那个善缘就可以继续利益到他 所以生命里面如果能够真的跟佛菩萨圣者结下善缘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其实真如老师以前有讲 以前在舞台上碰过一个出家人 好 那位出家人是看到出家人就礼拜 看到出家人就礼拜 那真如老师有一次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我这样天天礼拜 万一有哪一天被我拜到了一位佛菩萨 我就赚到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做个回向 回向的时候用猛力欲心回向现实 就进朱熙愿处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range懒 语 詞 苏 詞 苏 赚 解 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